又到了《喜金刚修行小笔记》这个单元 很高兴今天能够在节目里面 跟大家分享修行《喜金刚法》的经验 刚才,廉生活博告诉我们 密教有一种独特的供养方式 就是所谓的火供,也就是护魔 护魔是梵文的Homa 是一种把供品放入火中去焚化的供养方式 我们密教把这个火焰观想成火天神的口 透过这个火焰,火天神的口 来清净人间的供品 来供养这些无形的佛菩萨 然后,祈请他们受用这些供品以后 所产生的欢喜 来赐福给祈祷的人们 所以,举凡人间所有的事情 我们都可以归类为五种事情 那这五种事情都可以修火供来转变 我们可以止息灾难,止息病痛 这叫习灾 我们可以增长福报,福气跟智慧 这叫增益 我们可以去祈求我们的人际关系圆满 可以让别人跟自己能够更互相的敬爱 这叫做怀爱法 那么也可以让小人是非,官司远离 这叫降福法 那最后还有一种就是祈求圆满以上四种以外的愿望 甚至这四种也一样都放在里面 这叫做满怨宝法 除了密教的火供护膜以外 我们烧香 上香是烟供 那也可以把供品放水流 叫水供 那可以供养香花 这叫香花的供养 那也可以有很多种方式啦 都可以举行供养 那么什么东西其实都可以当作供品的 刚才节目里面 廉生活佛说了 只要自己喜欢的 我们都可以拿来供养佛菩萨 自己用得到的 都可以在没有用之前 要记得要是没有用的 没有用过的供养佛菩萨 比如说卫生纸 很多人都说 哎呀卫生纸这是擦拭污秽的东西 这怎么可以供养呢 可以的 在我们拿去擦拭这些脏污之前啊 它是很干净的 何况擦去脏污 还我干净 这就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啊 干净 未使用未拆封的卫生纸 怎么不能拿来供养呢 当然可以的 其实 佛菩萨并没有真的吃了 或用了我们的供品 他们是无形的啊 他们不需要这些东西 甚至我们这么讲 佛菩萨身上的阴弱珠宝 比我们的更好啊 我们供这些 只是为了要消除我们的贪心 消除我们的吝啬 不是为了说 好像这个东西对他们来讲多珍贵 不是的 所以它其实有很深的修行意义 去除贪心 让自己更大的心胸 这个绝对不是表面上的形式而已 要很用心的 那当然也有可能 有人会误解啦 说 怎么你们密教把食物 物品烧掉 很浪费 其实火共是一种 要用专心去观想的 观想什么 一变多 就以米为例好了 其实我们烧的米 也只有一碗而已 一碗要观想 如山 如山高大的那个米山啊 我们非常投入在 冥想这座米山的时候 其实也真的只有一碗米啊 这是训练 专心训练变化 所以密教所有的方式 都是要把我们凡夫俗子 去做改变的 包括我们的心态 好了 节目的最后 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上网 02-2550-8599.org 就可以免费的下载 洗金刚修行小笔记 同时 非常感恩所有观众朋友们 您今天的收看 明天早上的同一时间 请不要忘了继续收看 连生活佛奖 密宗道 次第广论 我们明天见 阿弥陀佛 又到了 洗金刚修行小笔记 这个单元 很高兴今天能够在节目里 跟大家分享 修行洗金刚法的一些经验 刚才节目中 连生活佛谈到了 以洗金刚为对象的 护魔火供要怎么进行 包括了这个护魔炉 烧贡品的这个护魔炉的形状 那还有贡品的筹备 都有它很不一样的意义啊 最近连生活佛 开示的护魔是属于外 外面的护魔 外向的护魔 它是有个具体的护魔炉 有实际的贡品 还有完整的仪轨 那么护魔还有所谓的内护魔 就是以前谈过的内法灼火定 还有运用明点的密护魔 它有很多种的 那连生活佛说过 密教的护魔为什么有效 它曾经用我们一般拜拜 大家都有去庙里拜拜烧香的经验 它用这个来比喻 我们每一次去庙里祈祷拜拜 一个香炉 大概就是一支到三支的献香 如果一个寺庙有五个弹成 就是五个香炉的话 我们最多最多点的香 一次拜拜就是十五支 十五而已 可是我们密教举行火供的时候 为了要让护魔火能够把供品顺利的燃烧完毕 这个护魔火要烧的之前 里面会在炉里面放的献香 往往是数百支 我们一般上香拜拜只有十五支 我们烧一次火供就至少上百支 甚至还有那种很粗的跟拇指一样粗 甚至比拇指更粗的供香 我们会在护魔的过程中还会把这个献香 往护魔炉里面去放 所以往往一场烧完 这个护魔就会烧了十斤 有时候就是一箱 我们到外面买这样一箱的献香 很多的即使一般家庭在家里 像佛祖祖先上香 一年都用不了一斤而已 那我们密教护魔 有时候一次就是献上十斤以上 这个十斤的献香 这个数量是非常非常惊人的 如果是大型法会 它可能是二十斤三十斤 甚至五十斤的献香 因为太多的人要祈求了 那我们从香的数量 我们放到宗教学里面来看 一柱香是有它一柱香的信仰之力 那么如果我们烧了这么多的献香 那代表什么 代表我们向佛菩萨所献上的信仰之力 是多少啊 几十斤的献香的 所以连神我佛常讲 密教弟子有所祈求的时候 想要让这个愿望尽快实现 他说就是举行火供 火供是非常快速有效的祈祷方式 那我自己也常常进行火供 也常常帮大众祈福去进行火供 那这个火供护魔呢 效果都是非常非常快速 而且良好的 好了 节目的最后 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上网 02-2550-8599.org 就可以免费的下载 洗金刚修行小笔记 同时非常感恩所有观众朋友们 您今天的收看 明天早上同一时间 请不要忘了继续收看 连神火佛讲 密宗道次第广论 我们明天见 阿弥陀佛 明天早上